繼續我們的麒文杰系列 我1984年 入去玉郎做兼職 做玉郎漫畫 認識了麒文杰 說過了 整天天夜夜 見我多過見他老婆 真是老實 他認識了我之後 隨便說 拉一條拉鏈 他就飛黃騰達了 我這樣說是否尖上岡 是否才厲害 不如反過來說也行 我認識了他 我就飛黃騰達 也行 沒有問題 是一樣的 然後 大家就會看到 玉郎機構 上市 一上市 之前有說過 整個玉郎集團 連上 流口水 連上黃玉郎的身家 那時候也有2000萬 嚇一聲 嚇死人 變成了20多億 14個月左右 厲害 你身邊的老闆 黃玉郎 發得那麼重要 奇敏傑 小爺 數百萬年薪 因為那時候有本玉郎漫畫 又有萬鬼冤魂 好多錢 有那麼多錢 有那麼多錢做生意 奇敏傑做生意 對呀 跟黃郎做生意 賭股票 上次說了 那時候 我相對 跟他的時間 比較多 因為 我已經全身在 玉郎機構做 那 這位奇敏傑 奇經理 我告訴你 很厲害 那些 做裝修的 我見過幾次 主要 當然是 這裏 你這裏裝修不是那麼好 這裏不是那麼好 這裏不是那麼好 我聽得很奇怪 他真的 撿得很厲害 然後 撿得沒那麼厲害 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 你記不記得 你跟我的家裏裝修 我明白 原來 裝修那個 又跟他的家裏裝修 那你也知道 你要搞定這個辦公室 要搞定我 我家裏 所以真的 明白 厲害 厲害 所以 每個人都做到經理 你都傻傻地 我們這位奇經理 當然是厲害 這一手 托著 老闆老闆 老闆經常顧著賭股票 他又看著漫馬步 哎呀漫馬步不用看啦 大家自動播啦 為什麼 因為奇生經常要 賭股票 全神關注 每天找個 上次說了的秘書 阿芬 每天都畫 畫完 他買了20多隻左右 不記得就好多 我們那時候大致知道 有沒有錢跟 對不對 現在買了 當然 劉定堅 你跟著一點也好嘛 你傻的嗎 賺錢的嘛 忘記了 之前我曾在其他片中講過 有沒有聽過 劉鎮偉 劉鎮偉跟我說 很多年前跟我說 是嗎 是嗎 阿堅 王玉浪賺很多錢 我還不知道 不是啊 奇麟鐵跟我說 他的雲石很大的 七八尺 每天 他1000元 一張一千塊錢也用不用呢 劉振偉只有三個六頂三個七一天 一千塊錢也用了一張一千塊錢 我真的試過量度一量他可以拍的一張一千塊錢 劉振偉當時跟我講了一句話 看看黃玉朗有沒有最後玩股票 一玩股票 差點也沒有 大致跟我講過這些話 我一直記住在這裏面 我真的去 藥屋做嘛 他真的上市 這個肥仔劉振偉 他不認識黃玉朗的 怎麼知道是否收到封呢 沒理由那麼快收到封 這傢伙真是有些軟件 這傢伙真是有些軟件 又不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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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發財 所以我就 很小心 玩股票的時候有些人又窮啦 窮鬼玩什麼股票啊 另外 沒有這樣的時間 所以一聽到說炒賣股票 很少少玩了一陣子就走了 但是 我身邊這位吉文傑先生 他簡直是壓重著 身家性命財產 和那個女朋友 那堆的身家 當然啦 那位真妹 你知道 近水流台 當然是日日輕輕 我我我我我 輕輕 攬著攬著 黏著黏著黏著 很多消息滲出去 那我就知道 真妹 落了不少住 在這個育囊 那 你知不知道當時 以我理解 真妹就大約是 六十萬讀一部的電影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應該是 差不多數字了 肯定的 不會過百萬的 不用想 那 你想想 他儲了 也有幾百的 儲了幾百 那就是 扔了在這個育囊 所以後來 噢 古哉 哎呀 好不幸呀 好慘呀 這樣 首先是 琪文傑 琪文傑就算失了數以千萬 哎呀 育囊那邊沒有說了 那邊有十億計的錢 哎呀 這些大人的事 小孩子不要理 看看琪文傑 琪文傑每天回去見到他 他真是 很痛苦的 因為為什麼 要拿錢去 撐回這條數 陰公 他那時候 跟我說 不單止退了所有東西 沒有了錢 退了所有錢出來 都找不到這條數 然後怎樣 他連子女 那些錢 都把他拿進去 拿進去的錢 他說 嘿呀 這些大人都沒有息的嘛 頂住先吧 日後再給你 我相信他日後再給你 他真是 拆了所有東西 你想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會不會 好心機去做硬 對不對 那 真是危機在這裏 為什麼 因為 當時 正經漢那些人 看到 這個肉狼機構 鴨鴨公 因為和狼 輸了很多錢 但是 其實 肉狼的 集團 裡面的廣告 仍然有機會發大 因為天天的廣告 比例上 佔到 實在太少 比起 明報 成報 那些 很明顯 廣告部 做得不好 所以正經漢那些人 和伯父勤 想去收購 後來就是胡仙 一大堆人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肥肉 而漫畫 非常之 厲害 有龍虎門 中韋英雄 撐著 雞頭 其實 黃狼 都不做很久 留住這班人 大家 賺懂了 因為你有龍虎門 最權神獎 中韋英雄 Title IP 那麼 開始就出現問題 為什麼呢 奇文傑一生人和黃河狼的關係到那之前都挺好的 因為他都要拆住黃河狼 因為 幾百萬年薪了 雖然說自己有錢 有少少囂張 但是也不敢得罪 因為老闆在那 老闆又給你消息 但是倒了下來就不同了 倒了下來他要想辦法 和自己填上那條數 而實際外面 那些人是不懂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看到你就是漫畫部的head 如果抓住你 又或者扯了你出去外面 是不是整個漫畫部會全部通過呢 會不會以後 所謂 漫畫霸權 移植了 奇文傑已經是跟外面的人 越來越近了 而如果他有離心的話 有可能 對不對 於是 就出現了一個磨擦 大家看不到 但是又有磨擦 因為奇密結很不開心 旁邊的女人 當然是喊聲嘆氣 傑哥 喂 我是你的女兒 但是你也不要這樣善我 我不懂事 我很需要有人用腦 你明白了 他真的不要想用腦 如果不想用腦就跟著你這個男人 跟著你這個男人你就叫我 買浴郎 那我就買浴郎了 現在浴郎跳樓 你想我怎樣 拍了這麼多一部電影 遮都沒有 遮都沒有 你想 奇文傑的壓力大不大 壓力很大 還有 繼續說 李麗珍小姐的事情 很多人說 你多說點李麗珍 喂 大哥 別人是美女 是不是 我說奇文傑而已 不過也要說一點 不然大家不滿意 不然 不給我讚 說說說說說 你想一下 你們真的捱了捱了這樣的錢 想著找到一個 有 背脊撐得住的男人 這不是多好 又年輕 樣子又好 不想怎樣 怎知道一下 將他自己的倉底 豎稱 我當時當然看到了 老實 真是 我只是說一句說話 阿珍妹 真是很脾氣 真是很脾氣 老實 他真是很給臉 當然我看到 他那時候 他不是在正面 已經發完脾氣 瞇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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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輸到這樣 真是很嚴重的 老實 當然 你旁邊的男人都輸 兩個人當然是 捱呀捱呀怨呀怨呀 又要走去 敲高智芯的門 大家記得 捱一下捱一下 終於 後來分手後又搞搞搞 和其民杰 又別人又搞搞 陳家樂 你想一下 為何李麗珍會在 1993年 拍攝高智芯監製的 蜜桃成熟師 三級片 其實之前已經拍了一部 就是 1992年的 夏日情人 如果你有看的話 是嚇壞我們 真妹 已經 上身裸露了 抄那套日本 什麼鬼 忘記什麼情人鬼 那本書 什麼 光碟 什麼電影少女 好像是 雷筋 已經是魔 你想一下李麗珍 真的是 神級的 對嗎 神級的 嚇死人 肯莽 為甚麼 以我自己 愚蠢的腦筋 我們唯有 自己愚蠢的腦筋 一推 87年 87年 88年 股災 八七 古災 是吧 八八 古災 八九 忘記了 八七八八九 總之是古災 我這麼多年 年 應該是 87年 八七 故災 憑了 大哥 都要 賺的 那你捱得兩三年 不行 倉就空了 那麼 賺不回那些錢 那你找辦法 找辦法就是要拍 三級片 所以就要找回 高智森 為甚麼找高智森 為甚麼找高智森 好 看看高智森和李麗珍的關係 是的 李麗珍第一套電影 應該是第一套 就叫做開心鬼 然後又不是開心鬼甚麼甚麼 又是高智森 在後面 大家還看到 什麼癡心的我 又是高智森 然後就為你鍾情的高智森劇本 當然大家會記得 街友喜事 裡面李麗珍又客串 和周星馳 又是你高智森做導演 還有富貴壁人 富貴再壁人 富貴再三壁人 又是高智森 鹹片 三級片 初頭的影片 第一大堆影片 都是高智森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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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見過 大家都會見過 見過開心鬼的時候 每一天 拍完電影 那個導演 導演 當然是高智森 他隔離 坐在車隔離那個 就叫做 少年李麗珍 少女時分 兩個永遠都是出雙入對 我只是說到這樣 如果你想到別的東西 你聰明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古其文件知道嗎 開始不知道 之後知道嗎 之後他有沒有跟我說過呢 你聰明 準備告訴你 那 當然 心中有條刺 是不是 你又找回他拍戲 他又找回你拍戲 這樣 當然是不開心 大家都找成這樣 然後 你又跟我輸了那麼多錢 又搞到我這樣 搞了這個 搞了那個 那又有錢加落的事件 你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你明白我明白 大家都明白 那就 那就是這樣 那就可以分手了 是不是 我沒有因為 我沒有因為高智森 我是有高智森 這個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不跟人家都好 那別人就要拍三個片 都是拍而已 是不是 OK了 就拍了 OK了 我喜歡的 因為為什麼我有看 真的好看 新的片 我一定 是不是 你也有看 好了 說完李麗珍 跟這個奇聞的關係 回來啦 這件事大件事 黃玉郎當時 已經爭了外面一大筆債 玉郎機構不能夠倒閉 因為為什麼 他的身家最大的 就是拿著玉郎 開始由51 一直要蓋外面的數字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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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越來越少 跟著外面的人 又去跟他爭 那個股票 他就說我信錯誰 信錯什麼鬼呀 你有錢嗎 你有錢 不用信人 不夠錢 要蓋數 對不對 那麼他希望慢慢 交回公司 公司股價上升 那麼 他就有機會 對不對 所以當時 我要努力加 做一個好公司 我不炒股票了 心態是這樣想 但是 他不知道 搞不搞得行 馬泳城 因為當時整間公司 最重要 奇聞極管著那個馬步 而馬泳城 頭馬來的 大哥 他不知道背後 有個劉鼎跟他編劇的 他不知道 20萬輸 你的小夜 賺多少錢 那間公司 但是賺錢 另一回事 最重要 就是 這個中華英雄 是一個 牌頭 這個牌頭 不能夠少 因為 你出了誰的勢力 你跟著 會成立其他人 跟我爭 對不對 所以 不要讓他走 捉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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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不知道 很多後面 馬泳城 他在那時候 他在那時候 我才說 我才說 有關於馬泳城 在後面做些什麼 我不是 不是這句 不要亂說 我才說 斬一下篇 好了 然後 這個 奇聞極 成為了 黃玉郎 要他捉住的 兩個其中之一 明白嗎 馬泳城 要穩住軍心 所以一定要簽到他 讓他留在藥狼機構 跟著 奇聞極更加要鎖死他 因為 如果不是 整個萬華步 就會亂 明白嗎 所以 因為很多年 沒有搞了兩三年 大佬 要把股票都放進去 現在要捉住 公司的命脈 所以對他來說 搞定了奇聞極 但是奇聞極那時候很生氣 生氣什麼 老闆 我輸了很多錢 怎麼搞啊 好不行啊 二日喊聲嘆氣 你又叫我搞這搞樣 哎呀我自己也不知幾煩 我都給劉定堅 不要搞肉浪漫 搞了這個 萬貴冤魂 其他東西 隨便和我搞兩本輸 他回來 股票又會上升 股票又會上升 兩毛錢 多了多少錢 多了二萬多元 但你欠多少錢 賺一千多萬 哇 還欠一千多萬 很棒吧 很棒吧 我不行 可能 你也不行 於是 黃肉浪要做一個決定 因為 馬榮成還未肯簽約 這裏 才穩定 所以 他跟其民健說 傑仔 一世人 兩司徒 你那條劑我給你蓋上去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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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其實我也是那條劑啊 我那時候幾乎想走出來 我那條劑很少啊 百多萬啊 你幫我付吧 這個故事就厲害了 砰一下 那時候 黃肉浪那條劑 億計啊 大哥 多了一千 最多了一堆棋子 算鬼數 因為為什麼 那時候要 穩住 光線 要穩住這個光線 就一定要 先搞定了 那你說 麒敏傑 是不是一世好運 真的有時候 你知道的我又跟他一齊 我真是 我很相信 鬼佬經常說 你成功 你很厲害 不一定要很厲害 好運最重要啊 好運的話 你明明也輸到 趴街 千多萬 足以破產 沒得翻身 誰知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不單止不趴街 還有個 老闆在隔壁 跟你兜底 搞定所有的債 哎呦 喂 你是不是很運到 走到腳趾尾 沒話說 所以 我怎樣 不是說 人最重要 運氣最重要 當然實力也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教壞年輕人 實力也很重要 但是 運氣最重要 這個 麒敏傑 就是這樣 過渡了他 人生最痛苦的 這段時間 那天開始就看到他笑 咦 這樣笑 當然 有個人沒有笑 誰 那個 李麗珍 李麗珍 難道黃先生會說 你那個女人叫什麼啊 阿珍是不是 讓我和你搞定 你做夢啊 喂 你不和我搞定 我就讓錢家樂搞定 哎呀 糟了 說了這個秘密叔 真的是這個噴廚 好了 下一節 再說 我抹面了兩個人 齊文傑 黃玉郎抹面 司徒莫文 接著 王龍坐牢 不是接著 之前的坐牢 哇 好麻煩啊 你坐牢啊 杰仔 你和我體育間公司 明明真的看著的 我和你解僱了 張萬佑 哇 這麼多件事 真是煩死了 好 下一期再說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點贊 subscribe 還有按下個鐘仔 拜拜